星期五晚间九点多花莲景分局货报 有一辆轿车卡在东大门旁边停车场人行道 不小心撞击一旁多辆的汽车 远景到场要排除事故 而驾驶一下车眼尖的远景就发现 驾驶座旁边还摆着喝过的酒跟没有开的啤酒 驾驶身上浑身酒气 立刻叫他下车手锯 驾驶带姓男子35岁 平时打零工工程车辆师跟朋友借的 他将车子停在东大门停车场后 因为心情不佳在车内饮久 要离开时忘记前方是人行道 直接加速冲上人行道后为了脱困 才会连续撞击四台轿车 爱一名带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 因为久后驾车失去操控力 硬将他的自小客车开上了人行道 并沿途冲撞了适量自小客 那如果民众发现立即报案 本所远警到场后立即命 该名带姓男子下车 那发现他身上酒气浓厚 便将其带反锁侦办 该名带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上人行道后 沿途冲撞了四辆其他人的自小客 那最后是因为卡在一辆自小客车头 然后因为车辆无法前进 所以卡在原地 你刚在干嘛 你刚在干嘛 没有我在等人 这是你的车吗 是 不是你的车 但一开始男子变称车辆不是他开的 金元景告诫后他才配合酒驾 其他四台遭撞的车子 都是到东大门逛夜市的游客 目前警方已经联系车主 完成报案协助受害车主求偿 记者林杰华人士采访报道 下车 下车